每周六听 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大家好 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 9月对全球财经新闻 最重要的议题 降息 今天的来宾瑞银投信 投资研究部主管 陈硕存 Tony 就是要来告诉大家 这个息要怎么降 谁在降 对市场影响又怎么样 最重要的是 对您的资产 有什么样的最大的影响 我们欢迎Tony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银投信 投资研究部主管 陈硕存 Tony 那我今天非常高兴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今年第四季的 一些经济展望的看法 还有我们怎么看 这个降息的一些方针 还有它的一个步调 对 其实我也想跟听众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节目最重要 就是一直帮大家update 这个总体经济 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 其实我们要请到Tony 很不容易 您四月的时候 来跟我们提醒的一些事情 所以今天真的是要来update 因为所有事情 就进到第四季 没错 第一件就是降息 这个应该是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就是大家真的 只剩几天就要看到 第一个降息 应该会是联总会 对 是 没错 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对降息的看法 那基本上我们认为 现在的市场重点 就是放在联准会 那联准会 我们目前预期 它到年底之前 有三次的这个利率节测会议 那我们认为 它在每一次的利率节测会议之中 它最少都会降一码 那很有可能在九月份 这一次会降两码 那降两码的这个可能性 就要去看 就是美国现在公布出来的 消费的一个数据 或者是就业市场的力道 是怎么样的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 很多投资人 都在等美国降息 等到可能都要先降血压了 那这一次的确 我们认为 的确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七月份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投票员 他们其实是支持降息的 所以我们认为 鲍尔这一次绝对会采取行动 那包括他在之前 杰克森东会议 释出来的一些消息 基本上都让这一次 我们对于降息的信心 是非常非常的足够的 那当然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央行 包括大西洋对岸的 这个欧洲央行ECB 我们认为他也会在 9月份持续有降息的动作 那甚至包括这个英国央行BOE 那甚至是我们自己 企业总部所在的这个瑞士央行 都会持续做一个降息的动作 那全球的主要的央行 除了日本之外 那基本上都是加入到 这个所谓的一个降息的一个行列当中 Tony我们知道这个 其实去年自从不升息开始 大家都开始在准备降息 可是你看去年7月8月9月 现在都已经9月了 这个大家都在看 这个市场其实影响很大 因为大家蹲来蹲去 就是在等这个降息 可是其实都没有降 那没有降 7月底8月初那个市场动荡 其实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个情况您怎么看 当然这个跟7月底8月初的时候 其实整个市场 它是发生一件比较有趣的情形 就是我们在 平常在解读市场的时候 通常都会先以基本面优先 技术面是第二位 政治地缘风险 这一些我们是排第三位 那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 其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市场担忧 整个就业数据 相对来讲 有一个顿化落化的一个情况 进而让他们去联想到说 美国经济有一个硬着陆的可能 那当时候呢 整个技术面又叠加了很多 这个所谓的 这个很拥挤的交易 包括一些AI类股 那包括一些像日元套利 所以那当然还有一些是 我们现在目前在市场上 有一些城市交易的 这个交易方式 那当这些城市交易的 这个这些城市被触及到 他们要卖出的时候 其实会让整个技术面 非常非常恐慌 那凌驾到整个基本面 让大家都会觉得说 美国的衰退是不是已经来临了 但是我们其实去观察 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 虽然说上一次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表现不好 但是其实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第一个可能会有一个飓风的一个影响 好那再来是 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美国的一些经济就业的一些数据来讲 初次申请失业就职金 它的表现并没有特别的 有大幅上升的结果 我们这边有一个图可以给大家做分享 就是美国的这个就业的一个情况 现在这边没有这样图 可是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 您刚刚有提到所谓的软着陆硬着陆这一件事情 对我们认为就是整个下半年 应该说第四季 全球的经济由美国带领 基本上还是会以软着陆为主 好那软着陆的一个情况 虽然说这个非农就业的一个数据让大家失望 但是申请这个初次申请失业就已经 表现并没有特别的 有大幅的 就是超出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另外零售销售 那甚至美国的GDP 那甚至是服务业的信心 相对来讲都表现的还不错 那所以我们认为 美国在第四季的一个增长 它会走落 但是它不会陷入到所谓的衰退 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是一个 呈现一个低于长期平均 的一个预期 那其他的主要经济体 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例如说像欧洲 我们认为它上下半季 上下半年 不会差距太多 美国是上半年很强 下半年会相对来讲 比较走温和一点 那欧洲它是 一开始有这个制造业撑盘 那年中的时候 它有这个所谓的服务业 因为它有这个奥运 又有演唱会经济 那我们认为欧洲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在过去两年当中 整个市场对它的一个期望是比较低的 那欧洲人也不太敢去做消费 所以欧洲人在下半年 我们认为它相对来讲会有两个口袋 第一个口袋就是超额储蓄 因为之前都不敢消费 现在欧洲的储蓄率大概平均是18% 过去历史平均是13% 所以欧洲目前有 左边一个口袋就是超额储蓄 那右边另外一个口袋 就是超额的天然气储备 对那所以这两个 这个超额口袋的这个预备之下 我们认为欧洲在下半年 它是在三个主要经济体当中 它减缓的速度是相对来讲比较慢 它会是一个上下半年 比较一致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我们对欧洲的看法 那当然中国它也一样也是 开局非常的强劲 但是在第二季开始 例如说有华中华南的水灾 那现在看起来 整个政策也是就一个 比较针对性的一个方式去做宽松 那整个财政的一个刺激方案 也没有想象中来的这么样的大规模 所以我们认为 就现在整个消费跟房地产业的 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中国今年要达到5%的经济成长率 挑战是比较大的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看 接下来两个月的一个经济数据的表现 那它会去取决于说 未来整个中国政府去释放这些所谓刺激政策 它的一个动能跟方向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第四季 全球的主要经济一定会开始走落 但是欧洲相对来讲会是比较走落速度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对 而且Tony已经在这样跟我们聊这个整个 帮我们分析从美国欧洲到中国 因为这三大经济体 那我们刚刚你一开始有跟我们讲说 美国第一个降息的会是 其实是欧洲洋行 对不对 它在6月的时候就降 可是它9月应该它也会再降 因为就像您说 这个总体经济上面它是稳定的 因为我们看经济数据 那美国这个部分您认为它在瑞银的看法 就是第四季它会有三次的降 就三次的会议 不是三个月 这个要大家去复习一下我们那个会议的时间 就会有三次的降息 然后这个目的也是要去搭配它的整个经济数据上面的 没错 所以Tony刚刚有跟我们聊 这三个事情还蛮重要 第一个您说看这个市场 其实第一个要看总体经济它的基本条件 对不对 第二个当然就是技术面 那你有跟大家提醒 其实市场上有很多机器人在操攀 对对对 对这个很恐怖 对对 因为它真的是 加深这个人性的弱点 就是追高杀低 所以有的时候会让整个技术面 它在反应的时候 整个市场波动会加大 这一次非常非常的明显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 然后当然第三个是政治 就是我们说的地缘政治 是是 所以其实到第四季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对没错 因为我们想到政治的这个部分 对 因为它真的是就大选 是 所以Tony 您四月跟我们提醒了 这个这句话再跟我们的听众复习一下 好的好的 我四月的时候 其实来上节目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有四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选举别太早定调 那当然那个时候的这个民调 可能是川普领先 好那再来 那当然现在是可能贺锦丽稍微领先一点点 好 那第二点是 别看全国性民调 因为美国是选举人制度 那所以相对的摇摆州的一个表现 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看起来贺锦丽在摇摆州也是领先的 好 那第三个点是 国会选举很重要 好 那国会如果是 一个分制的一个状态 那会让这两个总统候选人 他们比较极端的政策 会有一个综合的效果 我们待会再跟大家分析 好 那最后就是在选举大选年 选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都是一样好 因为总统大选当年股市上涨的几率 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那甚至是选后的12个月 上涨几率都是比较高 这是我在4月份的时候有跟大家提醒的 对 所以现在不用改变吗 就算贺锦丽取代了拜登 因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基本上比较激励市场 因为感觉上市场就比较活力 不是两个老人在比较 对对对 对对 那我们现在因为 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 就是在过去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 在80年代 90年代 都有这个民调后来翻盘的结果 那这一次 大家可能在7月的时候都觉得川普赢定了 对不对 那当然现在过了这个夏天之后 民调相对来讲 他比较值得有这个参考价值 好 那我们现在认为目前选举剩下两个月左右 那我们认为可能看起来贺锦丽的当选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 我们认为是55% 那川普的当选几率是45% 但是这当中还是要去跟这个国会的选举结构 结果我们来去做一个关联 才能够去分析未来可能带出来的这个政策方针跟市场的走向 好 那我这边就简单分析几个点 我们的一个看法 那就是贺锦丽当选的几率是55% 那在这其中当中40%的机会 是贺锦丽当选 那但是国会会分制 好 也就是说这个众议院是由民主党拿下 那参议院的话还是共和党拿下 那以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分析就是 它是现在拜登政策的一个延续 它对金融市场的一个影响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 那贺锦丽当然他没有办法在国会顺利通过 他一些想要执行的一些政策牛肉 那所以说他可能会仰赖这个所谓的行政命令 又或者是一些监管的一个动作 那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贺锦丽当选国会分制 我们认为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最小的 好 那当然贺锦丽剩下的15% 是我们假设贺锦丽当选 然后民主党大胜席卷参众两院 好 我们认为有15%的几率 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认为他对于市场来讲是比较 影响是最大的 那因为整个民主党政府 他们希望去做一个停止减税的一个动作 那甚至是加税 那对于市场的影响来讲 信心相对来讲会一定有冲击到这个所谓的消费 那川普政府在2017年的一些个人减税的一个方案 可能也会到2025年 贺锦丽政府跟民主党政府就不延续下去了 好 那所以说我们认为 如果民主党大胜 这对于很多目前市场上比较的 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结果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去考量 他后续政策发展的一个可能性 好 那我们讲完了贺锦丽55%之后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川普45% 那川普这45%里面有30%是 川普当选总统共和党席卷参众两院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我们认为基本上 他会让整个减税继续延续下去 好 公司税会继续减免 那个人所得税会继续减免 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会让市场 相对来讲短期间内会有一个提振的一个效果 对 那尤其是像一些川普他认为应该要放宽监管 好 部分像是能源业 金融业 那甚至是美国的利率或是美元 都有机会会短期的一个反弹 好 那但是呢 基本上川普他还是会去延续他的关税 跟贸易战的一个可能嘛 他都是拿这些东西来当筹码 那而且是他总统职权可以行使下的一些这个武器 好 那所以说在这一销一掌当中 其实我们还是认为这样子最后的结果会是偏正面的啦 好 那但是投资人还是要去了解到就是可能部分的一些题材 例如说像是非核心消费 他相对来讲会受到关税的影响会比较大 好 那最后我们来讨论这10个percent 就是川普当选那国会分制的结果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当然川普他手中还是握有关税跟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监管的一些这个行政命令的职权嘛 那相对来讲 依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发展的话 最后整个川普2.0的一个政府可能大家都会把这个焦点集中在关税跟这个放宽监管 但金融业能源业相对来讲还是有机会会有上涨 也是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庆祝行情 好 那但是大家就还是要去注意到就是相对的一些关税的一些影响 那他对于各个股票的一个产业的一些可能带动的一些这个动能 那或者是一些政策未来的一个延续上面可能都要再做去再多去琢磨一下 对 所以其实Tony真的谢谢您这一段的很详细的分析 因为很多人就会直接问说 到底川普上了美元的影响会怎么样 到底贺锦丁上了那个利率会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您用这样子去scenario 这个真的必须说瑞银真的有很好的这个研究团队 对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美股的这个美国选举的一个研究团队 会常常会更新相对的一些分析还有一些政策的一些走向 我记得我记得你们的global的head跟我告诉我说你们研究部门600个人以上 所以我就跟听众说我们真的邀请到跨国银行的主管来跟大家做一些投资研究的分享是非常非常难得 那至于美元会怎么讲 大家可以仔细再想一下Tony怎么跟大家分析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当然其实相对台币 因为我们还是用台币去兑美元 大家会看到台币如果是在外资进出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有强弱这个问题 是 出的时候它就弱 进的时候它就强 所以它跟国际上又不是那么顺 是 所以maybe就可以看一下日元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可以多收集这些相关的资料再去看一下美元到底它的强或弱 而不是只是说你随便拿一个数据就去分析 那您有提到这个每一个政府它因为它的选举的结果 它可能会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还有我们毕竟是民主的国家 那我们知道在欧洲 事实上它也是在欧洲最大的国家是法国 它在选举的时候也是 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它就选出了一个极右派 那现在已经8月底了 其实好像又很安静 可是是不是因为80奥运就把那个消息都盖掉了 其实法国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些挑战 例如说像是2025年的预算案 那他们必须要赶快产生出首相 那首相才能去跟欧盟执委会去讨论一些 2025年的预算的一些草案 因为欧盟对于欧洲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 他们是其实是很严格管控的 那基本上法国选举的结果 我们基本上已经排除最极端的一个 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因为一开始当然 极右派他们在欧洲议会是选举是获得大胜 但是法国国会的一个选举 其实第二轮基本上反而偏左派是胜出 所以最后结果三档不够半 那这个对于整个市场担忧的 极端派系的一个掌权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第一个我们已经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不管欧洲目前假设法国的一个首相 是如何难产 他们的预算案到底是怎么样 最后会不会通过 那但是这都不会去耽误到ECB最后降息的一个决心跟结果 因为的确就是欧洲在通膨的控制上面 的确是比较好的 那而且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 其实市场对于欧洲的这个通膨的盘谈 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疑虑 但是这个ECB的总裁 欧洲央行的总裁Christine Lagarde 他就一拦绝拦了就决定了预防性的降息 我做一个华丽转生 我让整个欧洲的一个经济的负担相对来讲不要这么大 那我们过去的一个研究的结果也是 因为欧洲的企业他其实发债的天气是比较短的 那我们降息相对来讲都是影响到短端的利息 那所以说过去我们一个研究的结果就是 欧洲央行只要降息 对于欧洲的经济的一个提振 相对来讲是有一个明显 那而且比较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要在这边强调就是 其实这个法国不管选举最后首相是多难产 不会影响到整个ECB的一个降息的一个步调 那当然现在整个欧洲的发展我认为也是比较健康的 因为像是德国还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 他们的差距正在缩小 对那这个对于整体欧洲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方向性跟差异性 我觉得都是让投资人可以去比较放心的 不会像以前都就是专门就是大家都只会看德国 或者是法国的一个表现 那现在大家都表现都还算不错 这几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欧洲边水国家 他们的一些进步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欧洲这边我们看到的 那而且值得我们认为在第四季的一个资产布局 相对来讲是比较有信心的这一块 对啊 现在Tony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在新闻界 我们就常常觉得 其实我们的市场那个偏食偏得很严重 就是对欧洲都不太知道 那我觉得因为你就像 我觉得您刚刚这一起话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极端政治啊 其实它要真正长久去执政 其实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 因为极端派系它做出来的政策 会极端这个对社会都有不同的影响 对不对 它就会影响稳定 这件事情我认为 对市场最大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您跟我们提醒 就是因为整个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 它的经济在稳定的变好 所以至少它没有变坏 因为我们知道在欧乌战争的时候 真的每一个国家因为能源的关系 因为这个通膨的关系 这个影响真的非常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ECB就欧洲央行 它更有信心说 我现在降息 就像您说这一件事情更重要 就是它对于欧洲整个经济上面 它带动的效果 其实会远超过于我们知道美国 或我们以为的中国这些 台湾其实真的都没有影响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很谢谢您跟大家提醒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真的九月就是要来期待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降息 对 降息的一个行情 然后那甚至是各位目前有布局相关的一些 比较风险性资产股市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还是看好就是降息之后 那就历史的经验来看 假设降息然后没有发生所谓的衰退 那降息12个月 首次降息12个月之后的一个股市的一个报酬率 是17% 那今年刚好遇到中冬大选年 又遇到降息 那整个企业盈余的一个动能 相对来讲又是往上提升的 那而且有一些AI的这个外溢效应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命理上面来讲 这叫做三合 对 很少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4.14的总统大选 那再加上又降息 然后这个基本面又强 所以我的一个建议就是 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去做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规划 那不要被短期的一些消息面 相对来讲比较没有根据的一些这个经济成长的一个推论 去短进短出 那就是相对来讲短进短出就很容易被这些城市交易去割韭菜 那我个人的看法就还是 大家还是要把整个投资的一个这个investment horizon 我们讲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看法 我们把眼光拉远一点 不需要去做这个短线的一个这个进出 Tony 你讲最后这一块很有趣 但过去我们都说 那个你会被大户啊 割韭菜 现在是被机器人 对 被被机器人割韭菜 对 这真的是太不值了 太不值了 对不对 好 今天谢谢Tony来跟大家来聊这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上半年一直蹲很久 期待的这个降息 这个我们会看到九月就是真正要实现了 那我们也很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Tony 我们瑞银投信 这边重要的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纯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今天对于整个美国总体经济 美国选举 还有欧洲接下来的降息的部分 给我们很更新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今天节目其实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很谢谢Tony 谢谢我们今天的来宾 然后听众如果有很多的想法 我知道我们很期待 大家给我们一些建议 那如果我们如果讲得太难 同时听众也会有意见 如果我们讲得太浅 听众也会说听不够 所以我们希望说 大家都留言给我们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 大家可以持续地听 就像Tony四月有来我们的节目 现在帮大家更新美国选举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现象 所以就是大家持续听 然后谢谢能够接受我们 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给大家的讯息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 我们跟听众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